如果我們兩個人進去的話感覺會有點奇怪 所以這次龍哥登陸出院 韓國CIA的成立呢 始作俑者是誰呢 是美國人 妳們在這裡前面 歡迎 進去 這個小巷子裡面其實有很多這樣子的便宜的住宿 它比我的臉還要大了吧 安妞大家 我最近迷上Movie藝能這部韓劇喔 那特別是我去參加了記者會以後嘛 看到了演員本人就更有感覺了 那同時呢我也等Movie研究其中很多的小細節 還跑去吃了南山炸豬排 今天這支影片就跟大家分享Movie藝能這部戲裡面 7個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韓國文化 包括了韓國CIA 韓國的藥員也就是情報員 還有陪喝咖啡的小姐姐 7個大家比較不熟悉的韓國文化 那第一個想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戲裡面的趙映成、韓孝洲還有劉承龍 他們所工作的地方 也就是國家安全企劃部 那現在叫做國情院啦 那現在其實國情院他們已經辦到江南的Socoku去了 但是之前的安器部呢 就在南山這個位置 那現在大家想到南山呢 就會覺得說 南山Tower 南山塔 可以看夜景 喔很美 但是呢在當時韓國人提到南山 就是會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好像會被抓走 或是說那邊有很多拷問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身後的這棟建築物 以前的國家安全企劃部的辦公室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在戲劇的回顧以往的時候呢 就是1994年國家安全企劃部的模樣 就是參考這裡的位置 你就可以感覺一下 六成的辦公室 然後前面一片停車場 很多樹木 就跟戲裡面 邵银城還有團校桌 他們當初一開始見面的那個辦公室 是很有類似的感覺 這一大區南山呢 不只這一個辦公室 它有很多辦公室散落在南山不同地方的 那在它的對面呢 我們可以轉過來看 這邊有一個也是以前的辦公室 但是它是拷問室 它現在已經被拆掉了 原本是國家安全企劃部的第六分管 然後在這邊就拷問一些 他們所認為的可疑人物 當時就是很多政界人士 或說媒體人士 都會被抓到這邊來拷問 邵银城跟韓小舟他們的愛情故事 是發生在1994年 那這個國家安全企劃部 它是在1961年就成立的 他們就被譽為是韓國的CIA 如果你比較熟悉韓國歷史的話 就會知道說1961年就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普正系的政變 但是其實這個韓國CIA的成立呢 是在1959年左右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個計劃了 是韓國人呢 還是誰呢 是美國人 就先於中原 某一任國務總理的秘書長 他就曾經說過 CIA所有分布的人就直接施壓說 包括組織所資費用在內 皆有我方支援 就是說 韓國你們就做這個CIA 這個錢我們會支援你們 北韓的情報我們也會共享 你們的這個情報局的這個首長呢 必須要是誰來當 當時的政治情況 美國在亞洲地區呢 其實有很多的插手 所以也就是在1961年呢 中央情報部正式的成立 這個U插手就是以前的 安器部的辦公室嘛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 裡面長什麼樣子 它這個外型跟氣裡面 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它那個屋頂的部分 設計不太一樣 裡面呢 我們剛剛去晃一下 也沒有那麼的富麗彈簧 就給大家看一下說裡面的樣子 它這邊是可以租借房間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青年旅社嘛 一個晚上的價格 好像是雙人房還四人房 就八萬塊十萬塊左右 咖啡都要吃喝酒 所以 Transfer 我先再畫一點點 Capsule June 請問你沒有爸爸嗎? 眼睛不上 他在七樓好像有一個屁股可以上去看看 在戲裡面韓潮珠的角色 他的辦公室感覺是比較高的嘛 所以我們也去高處看一下 看那個景觀的感覺 七樓要用走燈 這邊就是他們的公用廚房 Capsule去room tour 但這裡是南山頭髮漂亮 戲裡面辦公室的場景對應到這邊是很符合的 因為從他辦公室望出去就是南山塔 那我們從這邊望出去也可以看到南山塔 然後離舊大樓走路一下下就會到以前安器部長官的官邸 就是我身後的這一棟 他現在已經當然不是官邸啦 就是變身成文學之家 喔 你秩序的嗎? 漂亮 喔 喔 喔 原來這裡有一點存在的 這裡現在是公用廚房的價值 30億? 啊 我看見你也要100億 100億 100億? 那第二個帶來跟大家分享的韓國文化 就是裡面提到的黑色藥圓 是真的有分成白色藥圓還有白色藥圓 那黑色藥圓跟白色藥圓的差別在於他們的安全性 通常以外交官身份做掩護的情報人員呢 就是屬於白色藥圓 那他們因為有外交官身份嘛 所以說他們真的出事的話 會有這種外交的保護力 還有一些內情的也可能就是屬於白色方面的 那黑色藥圓呢 他們所做的任務就是比較隱密的 他們可以說是賭上性命執行任務的藥圓 所以他們的危險性他們的風險也比較高 那甚至他們過世了因為出任務而有什麼意外的話也不能公開 我有看一個專門教大家如何考進苦中文的一個老師的影片 他就有為大家解答說 到底是怎麼樣的人才能夠進到苦中文 家裡的背景是一定會調查的 那很多人他們都是家裡面 本來就是從軍的 或者說本來就在相關的部所上班啊 所以說對這一塊就蠻有興趣的 因為海外有情報進來的時候 韓國可能是半夜是一個蠻超的單位 通常他們會給藥園安排一個公司的名片 就是另外的民間的公司的單位 我會直接寫說我就是國家情報院的人 而且我們都覺得說 欸是不是有特殊情報藥園啊 要偽裝你的身份啊 有另外一本護照啊 另外一個名字 另外一個職業 另外一個生活 但這位老師說啊其實沒有那麼簡單啦 因為要你從頭到尾 偽裝出另外一個人格 另外一個身份 另外一個生活背景 其實也是很難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 如果身份沒有證明的話 就是用你原本的生活背景 去跟人家相處 就不會說特別 就是創造一個身份 創造了一個職業 創造了一個家庭背景出來 因為這樣的話 其實演起來也很難的 其實演起來也很難的 職業想要求人家 人家親愛給人家 就是要喝水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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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戲裡面呢 韓家周第一次出任務是在演編嘛 他也有說其實有蠻多藥園 是在中國的 因為韓國跟北韓就是 現在關係 大家也知道 所以說其實在東北地方呢 就有很多的韓國的藥園在活動 接下來講韓國體育大學的術科考試 因為我們看到系裡面 Hiju他不是為了要考大學 所以就很認真地來練體能嗎 那韓國人要考體大呢 就有專門的那種補習班 去幫你補習 去練你的體能 基本上就是 那些人的基礎肢力 基礎運動能力 就是 在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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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連累的 抗位置 在座位置 通常 基本上武器 有練體能力 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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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動能力 鼓勾行 所以 有首當中的 動擲 學校 所以我去最终的学校 你的这个押金还是要缴一个很大的金额 就是例如说月租是50万好了 那押金可能会是500万 就是月租的10倍 那甚至说到20倍 30倍都有 但很多人他可能收入比较不稳定 或是他存款比较不够 他没有办法付这个高额的保证金 他就会去选择住这种 一个月一个月付月租的这种台帮 他的数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你只要在地图上面搜寻油管的话 会看到非常多个点点 但是就很少人在分享这油管的这种住宿记录 或者说Vlog之类的 他其实是一个给一些工作比较不稳定 例如说他是劳力的工作 或者说他存款不太够 行众比较不一定的人所居住的空间 在每一个地方都有 就包括我家那附近比较住宅区的也有 然后在市中心像新春啊 宏大也有 那我今天打算带大家去的是东大门附近的 因为东大门那边有比较多这种短期的签约工 所以呢我猜那边的油管会更有local的感觉 但是油管他们一个晚上的钱可能就是 2万3万左右 那房间就很小跟柳成龙住的那种moteo不太一样 因为柳成龙在市里面住的moteo算是豪华的啦 但他如果再更拮据一点 或者说再不稳定一点的话 他就会去住油管 我把油管卡邦就有个意思喔 这是我的第二天 ava英刊工商店的 EXT 由于荣心店一起做的 由于第一次就两7人 menn Sed Cornell一 sleeping一个? 有一半你们 一般 一半那么 Mas不用再阿ű saber 因为擱在早就、离宅令 没有你平时到现在 要达他们 能下层 因为肯定能急煮 由于荏面进行 在," underwear?" 了半 rok 隔太筑 这个 摩特尔多一锅 油管一扫 可以看到前面就有那个油管 我们两个人进去的话 感觉会有点奇怪 所以这次龙哥登陀出任务 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 商量一下要拍什么东西 然后再让龙哥去出任务 我们刚吃了一些东西 然后龙哥现在准备出发了 一旦我爸就进去 拍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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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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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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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냉장고가 하나 있습니다. 냉장고를 열어보면 얼음물이 세 개, 컵이 있고요. 자기 신발은 방안에 소쿠리에다 보관해야 돼요. 그리고 옆에는 바퀴벌레약들. 지금도 바닥에 바퀴벌레들이 좀 있습니다. 그래서 바퀴벌레약을 좀 쳐야 돼요. 그리고 침대는 베개가 두 개 있고 담요가 하나 있고 에어컨은 그래도 시원하게 돌아가고 있어요. 에어컨 성능은 좋은 것 같아요. 벽지들은 확실히 오래된 티가 많이 나요. 벽지도 옛날 스타일이고 색깔도 굉장히 좀 오래된 벽지 색깔이고 여기 옷걸이 옷걸이가 굉장히 고풍스럽네요. 멋있어요. 화장실을 한번 보겠습니다. 화장실은 슬리퍼 하나 있고 변기, 욕조가 있습니다. 샤워할 수 있고 이걸 켜면 환풍기가 도는 것 같아요. 물은 수압은 좀 약하네요. 물은 잘 나오는데 수압이 좀 약해서 샤워할 때 좀 답답할 것 같아요. 여기는 기본적인 사면 도구들. 머리를 좀 숙이고 들어와야 됩니다. 안 그러면 머리 부딪칠 것 같아요. 손잡이도 오래된 스타일. 저는 옛날에 어릴 때 이런 집들에서 살아봤기 때문에 저한테는 옛날 느낌 나고. 여관에서 오빠도 그런 거 같지 않은 사람도 없을 것 같아요. 작은 상장에 있는 이런 편의 주소가 대단한의 주소입니다. 이 상장에 있는 이런 주소가가 있어요. 이 상장에 있는 월세이 방에 있는 게 있어요. 약을 가입을 수있어요. 그리고 그 상장에 있는 작은 장소가 있어요. 이런 상장에서 이 상장은 많은 피크가 있는지 말이죠. 제 친구는 전에 같이 저장할 수 있는지 매일 저녁입니다. 하루에 먹을 수 있을까? 하루에? 진짜? 하루에 2만원이라고 생각해요. 那它在飲行的公佈 公佈是在乍光去的公佈 那它是2万五千元 那我坐在那里就要多了 那我等了 那我看你影棄的公佈 是真的不急 没收到 那我脑子这么想 那我家里下路就走 那我家里走 那他走 那你帮着 房子哪有 那么 那他不要 网友在面上なく浇界的太可以 在內的急就血水中 泡然後吹哭 泡 你 develop動这个 市場上的人全部到了 唉何也吸开 他是 okno 我就是 Publix 羅斯以來 Not 新人独氏 他在家裡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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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著了嗎? 我們一起睡著了 真的假裝變成了 接下來在第十集出現的特殊文化 就是 在廟城隆住在那個酒店裡 遇到一個女生 是來外送咖啡的 那這個呢 通常叫做大幫雷姬 那為什麼送給人家 那裡是咖啡店 那裡有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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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來總共喝酒 けど嘗嘗嘗嘗 上面藍衣box 你有工廠 那你還會吃間 period 店家 אד不錯 店家同地上是 舍佗 那一腳 那還有.... 男 River アボ 媽igon 成立的 MB 空 就是八千多千多 完全就是 咖啡配送的方法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 宋妹妹的方法 古代的答案例子 完全是宋妹妹的方法 完全是认识的方法 但也有可能性的方法 这样看得到的 所以说那个戏里面才会有 外送咖啡的小姐 就被男生们调戏 或者是说抱怨 她怎么不都陪她一下 这种状况 接下来来讲第二集尾巴的时候 皮属她去买制服 制服一套运动服两套休闲服的样子 要21万 秀名字还要另外找地方秀 秀一件名字要五千块韩币 我把韩国修部比较? 꽤比较 요즘国家在国家 制裁和支援都很多 所以比较少了 当时有100万元左右 修部价格 一年吗? 那时候也有 所有学校都没有 特别是名文学校 比较设计 叶子 设计的装衣装 或者自己的装衣装 特别的装衣装 一套100万元 这些设计也有 这些设计也有 那些设计的问题 像子余或一些明星 他们上的学校 就是艺术高中 叶子 那边的制服都 设计得特别漂亮 然后一套就是真的要 100万韩币左右 那你又不会只买一套 你就会买不同套 你这样好几套买下来 就是几百万韩币 哦 那系里面呢 赵银辰和韩孝竹 他们是从办公室走路去 南山炸猪排吃饭啦 实际上也真的有 南山炸猪排的这个店哦 然后甚至还很有名 所以新成人炸猪排一条街 那我们现在就一路的 开车过去看看 马上就到这个 东卡斯一条街 这边大家都会说 自己是原祖 或者说自己是第一家 然后也都会写王东卡斯 但是第一家的原址呢 其实是在这里 然后我觉得 Movie In所参考的位置 还有装潢都是这一间 大家都教自己王东卡斯 一整条 你看几乎有六七八间 过了王东卡斯一条街 就可以看到南山缆车 那我们现在就来这间 南山同卡斯试试看 整个空间还蛮大的 超多名人的签名 这画面也有中文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选中文的菜单 我们现在烫斯테이크吃了 南山同卡斯 嗯嗯嗯 我们现在烫斯테이크吃了 我们可以在左边这间 我们先点餐 韩国的食杖汁 无论是胡椒 这猪排真的超大的 这猪排真的超大的 我觉得比士林大鸡排还要大 韩国人这种猪排啊 它就是打得很薄 我觉得它面衣跟肉的比例 几乎是1比1的 就跟台湾流行的那种 日式后猪排不太一样 它這種韓式豬排你習慣吃的是薄的 然後麵液比較厚的 我們在台灣吃的豬排很多是 這樣子另外沾著吃 那如果在韓國這種傳統的炸豬排的話 就是會整個淋在豬排上面 然後端上來 哇塞哇塞很不錯啊 因為我個人是不喜歡整個沾到很濕的 所以我喜歡吃這種邊邊嚼嚼 所以有沾到點醬 但是還保留它原本的脆度的部分 我們這排醬就是酸酸甜甜的 還滿開胃的 這是龍哥的漢堡排 然後加上一小片蘑菇 它好起來的醬汁也是有帶點酸味 我們試圖把那個麵液剝掉 來看它裡面有多薄 它那個厚度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吃炸物喜歡剝掉麵液 然後只要可以減肥的話 這個有點難度 因為我們剛剛剝超久的 那就是七個在這部戲裡面呢 有出現的我覺得比較特別的韓國文化 就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邊做功課 然後又重新看了一次覺得 還是很好看 好看 而且它不是只是英雄打鬥的爽片 其實它打鬥的部分也是滿爽的 它還有那種很深型的刻畫 看到那個韓孝竹跟他兒子的互動的時候就覺得 有點想哭啊 然後剛剛招演成跟韓孝竹的那個戀愛故事 就覺得好心動 很推薦大家去看 《Movin》這首韓劇 在《Disney Plus》就可以看到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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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在健康公园上公园有可能 有在相所以 老闆娘是 房麻省城的房子攫拼了 店 noble盾所 Bernie 老闆娘的房子 我们能好好-ton Alle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